網站11月8日收市廣播 今天恆生紙索繼續到偏遠 收市至106點 報24,764點 整家方面有1,219億 上升的股份有900多隻 下跌也有800多隻 今天的市場繼續一般 市場都是內地六中全會 暫時沒有消息出來 觀望氣氛相對比較濃厚 美股繼續強,港股繼續潮水 再加上新經濟股也是普遍活軟 所以拖累了港股的表現 有些個別的辦法 我今天做得比較醒神 主要受著上星期五 輝瑞美國藥廠公佈了 或者有口服藥 新經濟疫苗的藥物 效果良好 市場都憧憬 疫苗的情況下 疫情有機會受控 從而再一次加大恢復旅遊的情況 旅遊的限制會慢慢放寬 市場在憧憬這件事 所以相關的股份 在美國做好 亦能帶動港股的表現 先看看股份 首先第一項是航空股 旅遊首先有航空 航空股今天是全全上升的 南方航空105升6% 670東方航空升5% 753國航更加升7.8% 另外有航空的股份 例如中國民航信息 696都升6% 694首都北京 北京首都機場都升8% 另外旅遊相關的股份 例如同情魏龍升4% 1992海福升 旅遊文化升15% 除了旅遊航空股強之外 豪賭股今天都反彈 因為市場衝勁 港澳來說是有機會 FOOG通關 銀河升5% 金沙升7% 美高每日都升4% 其他三隻都在全線上升 本地股的額 額新秀例 可以留意一下今天升了15% 今天升了18.3% 主要來說 旅遊自然要多買些皮箱去裝飾 所以這類股份也上升 本地零售股個別發展 如果有通關消息 我相信零售股都會有一股升幅 很明顯 現在市場正在憧憬 旅遊限制會逐步放寬 中港、兩地、澳門都會逐步通關 第三 反過來 今天來說 有好有不好 疫苗股今天是全線下插的 譬如康希樂生物跌了17% 9939 開拓藥業跌了1.5% 以196 復星醫藥跌2% 因為市場有口服藥 變成疫苗的衷勁 相對就很小 因為 市民覺得 打疫苗 不需要十分之進取 或者之前炒過籠 也要回落 譬如藥名生物 已經跌了9% 上星期已經開始下跌了 現在再裂口再下跌多一棍 也是一樣的 藥名生物本身的股值比較貴 再加上疫苗方面的研發 幫其他公司研發 佔比也是一定的 如果市場開始不炒疫苗股的話 藥名也被拖累了一股 主要的原因 相信都是在這裏 所以目前來說 我們都需要留意 可能在第四季 或者離開11、12月的時間 可以多留意 剛才所說的旅遊相關 或者零售 通關相關的版法 有機會在這裏 有機會是跑刑大使的 今天的收視分析暫時是這裏